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志通 寿州安丰人 初看冷切经 约千余遍 而不会三身四智 理师求解其意 圣志通 寿州安丰人 即今天的安回省 古时候的周就等于现在的县 初看冷切经 约千余遍 看谈经的公案 每一位禅师来个六祖请法之前 都很用功 你们有办法看谈经一千多遍吗? 我都只是看超过一百遍 我是用看的 就是细细慢慢地看 人家这种精神 我常常鼓励各位 佛经不是你看不懂 而是你看一遍怎么会懂 师父 我不止看一遍啊 你有没有看一百遍 怎么会懂呢? 师父 我有看一百遍啊 那你没有看一千遍 你怎么会懂? 你没有看一万多遍 自己不用功 就想问别人 这样太依赖 如果你没有下功夫 什么问题都去问法师 那是没有意义的 早年教经典时 我很热心 学生问十个问题 回答十个问题 问一百个 回答一百零一个 我现在会说 你先想好再来问 即不是抬杠或聊天 而是你要想好 你自己很用功 别人跟你谈问题才有意义 否则 只是聊天而已 你先修修看 不要总是问 师父 怎么修 《棱切经》这本书很深 很不容易看 是达摩祖师传来中国的 这本经 有好几个版本 达摩祖师带的是四卷的 《棱切经》名相很多 空 有 都讲 很难记住 五祖之所以传金刚经给六祖 在历史上没有交代清楚 以我个人的揣测 因为 第一 《棱切经》会让很多人掉入学问的研究 它对直指人心 见信成佛 不如金刚经来得直接了当 第二 六祖是闻金刚经开悟的 即 他跟金刚经因缘很深 一个高明的老师不是想教什么 而是根据学生的根基教授 每个时代的因缘都不一样 这个时代一般都传神经 就是一大堆神经病 没有关系 你只要把握自己内在的内部经就好 你单纯一点 只要有一项事情比别人专业 你在这个社会上就会成功 修行亦如此 你只要对一本经真的很深入 你自然就能悟到 你是要悟到 不是比《水经》读得多 你不要搞错方向 方向你清楚 你就知道怎么修行 否则你会很累 很多修行人都很累 一天到晚都担心哪一本 经没有读完 哪一个法门还没有修 这样很沉老 你看了这部经千余遍 而不会三身四至这个名词 便礼拜六祖大师求解其意 三身比较偏向于空宗 四至比较偏向于有宗 法有相宗和为识 你看到三身四至不懂 会不会去查数据 佛法假如跟自己没有关系 那就不要学 讲得更直接点 你所学的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不要学 天底下所有的学问都一样 佛法一定跟你有关系 你看三身四至 看不懂就把它放下 你知道你为什么看不懂吗 你看一个名词 有没有将它回归在自己身上呢 这就是关键 你们以后要这么看 而非掉入解释 比如三身四至不是要解释他们 而是说三身是我的什么 或四至是我的什么 我像人像众生像 受者像亦如此 看任何的名词拉回来 你比较容易触动 因为它讲的都是你身上的事情 能如此 你才容易领悟 你不必害怕你领悟的不对 它是对你有帮助的 虽然这不是大这大物 也不见得很圆满 很多人太不勇敢了 他认为 我还是不要这样想好了 他就什么都不想 佛法虽然叫你不要打妄想 但并非要你什么都不想 该想的还是要好好想 否则 你怎么知道你在打妄想 就是因为彻底的想 你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才能彻底懂 文后思维 读经如何回归自己的心呢 心平何劳持继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路组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